本期有北京地铁到底有多几新堂播出 说 说的就是你 拍什么拍 本期有刘强东26亿婚前财产极致播出 小店是我见过最善良最单纯的女孩 时尚加点料一周大领播 要说本周中华娱乐圈都在谈什么 非刘亦菲和宋陈先生的跨国恋魔术 当跨着Diosmo手带的刘亦菲和成仙欧巴 在温柔夜色中定价还家的视频曝光后不久 男主女主大方认领了这段偶像剧恋情 一个是打开8096后青春期的韩剧男神 一个是众多宅男宅女心中的神仙姐姐 虽说两人隔着11年的年龄差和中韩语言代沟 但这都没有妨碍这对高颜值CP 因戏生情跨国相爱 这边成仙欧巴甜蜜公开恋情 并抱有机会闪魂 那边神仙姐姐就赶紧晒出double爱心隔空回应 两人你弄我弄恩爱的不要不要的 完全忘记了两人像以前的悲催往事 神仙姐姐的金主干爹循西欢气就爱 成仙欧巴国内过气中国捞金 两人一合体 反倒彼此成全彼此拯救 但面对如此一桩赏心乐事 裹出这种单身狗的玻璃心 确实被虐碎一地 至此中韩娱乐圈恋曲再添一对病人 做使中国人民一千个不愿意一万个不答应 但韩国棒子来中国抢媳妇却是不争的事实 康维下架韩国导演金太勇 其位与美籍行业的李承选结婚生子 许如云嫁给棒子娱乐公司的高管 女神都送给泡菜国了 卧书决定为中国汉子争口气 抓紧时间去把孙慧桥给抢过来 那是不是要泡我 刘亦菲和宋承线在一起了 张汉也晒出本照 公布与那扎的恋情了 身着checktopia红群亮相偶像来了 优势画朵造型别致吸睛 背后露腰设计凸显身材 尽管那扎的资质也算得上美人 但在女神云记的真人秀也只能是路人 虽说这一折腾 终于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 只是殃及了还在养情上的爽妹子 死都不承认与自己恋轻的前任 为了现女友却赴她脑火主动示爱 堂主 你真的是一点也没有考虑过正爽的感受啊 这鞋已经过时了 找个垃圾桶真的 看完了NNNN纷纷扰扰的娱乐圈 再来看看众美斗艳的华顶奖 身穿Alicep亮片小礼服亮相的周迅 显然是冲着事后大奖来的 色调清新的渐变礼服优雅华丽 胸前未灵各是小露食业线 虽然群长略显尴尬 但能把小清新和小性感穿得毫无违和感 周公子的时尚功力确实了得 诚然陈彦西白小龙女被吐槽无数 但她依旧碰回了花亭古装事后 医生Monique-Lulia薰衣子露肩礼服 让瘦下来的她美出了新境界 鲜子杀裙唯美浪漫 LOB发型修饰脸型 虽然腰身还是暴露了微胖本质 但好歹包子终于穿对了一回 现在我跟你说一下 我用中文问的她 但是我怕不准确 紫衣翻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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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峰老师刚在好声音上秀完恩爱 就穿着Levin粗花泥套裙来出镜 大概是为何Music King怀孕提前做好准备 这一身鲜瘦的鹅黄印花外套 和黑色连衣裙 竟被郭吉章穿出了大妈美 时髦大妈 你好 时髦小姐 再见 最近的白白河真是接戏接到手软 滚蛋把肿瘤军手印试上 她身穿SportMax 黑色单肩裙装亮相 虽然裙子时髦有形 但无奈脸太肿 装太浓 脖子上的项链太多鱼 原本戏长六的天鹅景 也被弄出了短则粗即适感 还不如系到腰上踢的身形 波叔知道白小姐最近红到发紫 但造型这件事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时尚加点料 一周大联播 咱们下期见 关注 Only Lady 全球潮流一手掌握 大家好 我是苏佳 继续 词曲 连转 词曲 连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